好 回到現場我們繼續來做討論 這個問題我繼續來請教一下介大使 因為其實跟這個手機也是有點相關的 三星 三星現在可能在華為出了這個三折擊之後 已經徹底快要被打敗了 但是路透社的報導指出是 三星發出了全球裁員令 只是其全球子公司 把銷售還有行銷人員 裁減大約15% 行政部門裁員最多是30% 另外南韓公布8月份的失業率 寫下史上新低紀錄 因此顯示整個勞動市場持續的走強 有助於南韓的央行在必要的時候 進一步推遲降息的決定 這兩個部分您怎麼樣看 主要韓國在主要市場上的競爭力 現在節節敗退 不管造船 電子 鋼鐵 各方面 它漸漸都失去到國際上的 所謂的這個試占率 跌得蠻凶的 那另外韓國的汽車 比如說在中國大陸的話 事實上不管是奇亞 奇亞還是現代 它幾乎已經在市場上 已經慢慢慢慢的消失了 不是過去的景象 過去韓國的現代汽車 賣得相當的好 奇亞的汽車其實品質不錯 也賣得相當好 這幾年都不好 所以大企業基本上它都怎麼樣 面臨市場的競爭之下 這種所謂的 國際市場強烈的內捲之下 它就怎麼樣 它節節敗退 三星也是其中之一 三星我們不要講它 三星是個非常大的產業 無所不包的 包括在場它都有 那建築業你在韓國 你去手耳看 連房子一片房子都是三星蓋的 它是怎麼樣 它是一個這種大企業 是這種 跟國家都可以富國敵國企業 可是現在露了光景 我覺得跟韓國政府 尤其在習越之下 讓經濟為政治服務 這一個原則 毀了韓國的經濟 因為這種韓國 基本這種國家 一定要政治為經濟服務 它這個經濟就能發展 可是習越現在是 要經濟為政治服務 經濟為政治服務 比如說 這個美國要它的這個 有關的這個所謂的 那個晶片 這種就是說存儲晶片 韓國是跟這個海力 是非常強的 可是美國叫它做技術限制 來抵制中國大陸市場 它在大陸一投資 都是五六十億美金的廠 你能把大陸市場放棄嗎 你能把你這個市場的這個製造中心 從中國牽出來 不行啊 可是尤其越 事實上很多東西都在配合美國 所以韓國的大企業受到很大的壓力 就是要跟著美國來一起抵制中國大陸 請問一下 韓國跟中國大陸跟美國 跟其他國家不講 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是中國大陸 對不對 所以你還要去抵制中國大陸市場 這個不賣那個不賣 那不是自覺墳墓嗎 所以整體來講 本來韓國這個好 這個這個廠商 當初這些這個經濟能夠殺出一條血路 就是因為他們幹勁也很強 然後呢 政府的政策也對 國際上在當時它 中國大陸沒有崛起的時候 它佔了市場上很大的份額 包括在中國大陸的份額 可是這些年來就變成就是說 它沒有好好珍惜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中國大陸的市場 在大陸的很多產品的市占率 都慢慢下來 另外它一些關鍵性的 以造船來講 韓國過去是全世界最大的造船國家 可是呢 它已經被中國大陸取代了 那所以就變成就 韓國現在這個問題 不是小問題 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再加上這個政治人物 熱衷於怎麼樣 這種形而上的東西 他們選了隱席月 你知道它第一年出國多少趟嗎 帶著它太太天天在全世界飛啊 幹嘛 他說 我要替韓國爭取世界博覽會 結果呢 最後一投票拿了二十幾票 然後它跑了 比二十幾個國家還多了不了幾倍的國家 花了大批的公帑 帶著它太太每天到處亂逛 結果呢 一投票的時候才知道他做的都是虛工 所以這種政治領導人物 這個國家就完蛋了 那沒有正確的方向 政府不再不再把這個扶植韓國人的 照顧韓國公司的經濟 而是要韓國這些大公司啊 來服務韓國的這個好所謂的啊 政治利益 那這國家走到今天有這個結果啊 如果他再不改的話 我覺得韓國的狀況會比現在還糟糕 好接下來我要請張相信來幫我們談一下 這個中東的情勢 因為聯合國大會現在做出一個新的決定 要授予巴勒斯坦代表團一個新的權利 那麼就是呢 巴勒斯坦的代表是可以提交提案 還有修正案的同時 也能夠首次坐上前排聯大會員國的席位 好當然呢這個部分埃及代表說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但是這個地方呢 當然也立刻引發了以色列的抗議 我想問一下那個張將軍 您怎麼樣看這個部分 我認為這表示 中國大陸挺巴勒斯坦的立場更明顯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中國大陸跟美國的外交 國際外交的角力 因為站在美國 美國是挺以色列 以色列是反巴勒斯坦 那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巴勒斯坦呢 他能夠進入 因為巴勒斯坦只是聯合國的觀察 觀察國而已 觀察員而已 沒有正式成為正式的會員國 那現在這個已經變成準正式會員國了 那這樣的整個巴勒斯坦的 跟在聯合國大會 幾乎要跟以色列平起平坐了 那以色列就變成一個國家 就變成在以巴衝突變成兩國論了 一個是以色列國家 另外一個是巴勒斯坦的國家 雖然現在巴勒斯坦支離破碎 包含加薩地區也包含約旦和西岸 約旦和西岸整個也都是各個的非地 都被以色列區隔開來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這兩個區塊來看 那中國大陸已經做內政整合了 包含加薩地區跟約旦和西岸 已經做內政的整合了 現在在外交上幫他挺上 再下一層這樣子在聯合國大會 以後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他們立場都可以充分的論述 以前只有以色列可以在那邊做論述 在聯合國大會做發言 巴勒斯坦不可以 現在巴勒斯坦可以了 而且位置排上去了 你也可以做發言 而且一般來看挺巴勒斯坦的 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 還有在穆斯林國家 幾乎都是一致的 而且西方的國家 現在也挺巴勒斯坦 也變成一個趨勢了 那剛好順水推舟了 那美國 以色列是反巴勒斯坦的 再加入變成聯合國的政治會員國 那這樣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在這方面 也是另外一個穿梭外交 把這個國家都糾結在一起 來得挺巴勒斯坦 內政先解決了 再解決這個外交 在聯合國的席位 那這樣的話 在這邊來看的話 中國大陸再下一層 那美國在這方面挺以色列 尤其是以色列 那因為美國人不能太挺 不能再反巴 你反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 那其他中東國家 穆斯林國家會怎麼看 對美國的這方面的政治理想 太鮮明了 所以美國有時候不得不 在這一方面 稍微放懶身段 讓巴勒斯坦也能夠 成為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一 變成這個樣子 那以色列 因為以巴衝突 那在這一方面 以色列在世界各國 對以色列的支持 也受到了影響 所以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剛好這時候出牌 好 接下來幾個問題 我一併請教一下 岳老師 就是說伊朗現在要提出遷都 要從德黑蘭想要遷到 南部的波斯灣沿岸 但是呢 大家的觀察是 美軍在波斯灣有對岸 部署大量的軍隊 這個提議被認為說 反而會讓美國跟以色列很滿意 還有呢 中非的合作峰會剛剛落幕 但是呢現在中國大陸有兩架的專機 分別飛到了中東還有俄羅斯 第一個是王毅到了俄羅斯的聖彼得堡 又見了埃及的國安委秘書長 同時強調兩國為了徹底解決巴勒斯坦問題而共同發生 好 另外一個部分是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強 也是應沙特的邀請有到沙特去 李強同時有跟工商界舉辦了座談 喊話要做大油氣跟基建的合作 因此呢現在其實中國大陸有收到多張的請帖 也會分頭去參加商量大事 一併請教老師 我剛剛聽到介大使講說 對於小國來講的話呢 外交是他們國防的延伸 事實上對大國來講也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中國了 我前陣子在大陸有機會聊一聊三中全會 我會覺得說大陸本身面對著經濟的情況 不是說那麼理想 但是實際上的話呢 他面對一個非常一個漫長的道路 但是呢我覺得大陸本身呢 這個蓋幫幫主是做定了 這個我講的話就是要 因為大陸本身蓋幫幫做定的話呢 首先我談到非洲 就是前陣子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456號 9月456號裡面結束的這個 就是中非之間的這個和平論壇 全非洲 全非洲 非洲一共有54國家來了53國 那麼而且有51國的話呢 是現有的領導人 不是總統就是總理 那麼給足了中國的面子 那麼非洲國家有什麼用呢 要了解 因為當年的話呢 就是總共來說過一句話 就非常感謝我們非洲的朋友們 讓我們重新回到聯合國 你知道他們在聯合國裡面的 投票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這個是主權國家都一人一票 那麼我覺得呢 在裡面當中的話呢 以前那個美國有一個 國家安全顧問叫布里辛斯基 他說呢 美國最壞的一個外交政策 就是把中國 俄羅斯跟伊朗搞在一起 那現在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 目前為止 我覺得伊朗走了一條非常穩健的道路 前陣子都在猜測 伊朗會不會針對於他被以色列攻擊啊 因為以色列的 以色列基本上他那摩薩德 把伊朗的重要人物都快殺光了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連那個哈馬斯的這個 這個哈尼耶他們基本上的話呢 也是在伊朗德威蘭被炸死 所以這個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 大家看這個地圖可以了解到 伊朗本身這個國家裡面最重要的控制 是赫姆茲海峽 他把那個赫姆茲海峽的話呢 對伊朗來講非常有利 那那個 胡塞武裝裡面所做的一個案例呢 對於這個伊朗來講呢 讓他們了解到 小歐可以發揮很大的功用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你 合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約四次 喜營 喜營 配合 首先 希望你可以 功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